如图所示 不计空气阻力 某生将一个小钢珠 以初速每秒20公尺 向上千值抛出 小钢珠在A处离开手 可到达最高B处 设重力加速度为10 第一小题 由A抛出至最高点B 所花时间为几秒 这里有一个概念呢 是抛到最高点的时候啊 速度不能再 不能再有速度了 因为如果它还有继续向上 它就会飞更高 那所以 它不能有飞更高 它已经到了最高 所以最高点的速度 必须要是0 那么 如果在重力加速度G是 是10的情况下代表的意思就是 每一秒速度会改变10 如果是从静止开始往下掉 那每一秒速度增加10 第一秒过去速度会变成10 第二秒过去速度变成20 是越来越快 那反过来说你往上丢 每一秒速度应该要减少10 所以初速度是20 那要到最后的速度为0的话 要减少几秒呢 要经过几秒的减速呢 那是不是就是2秒 对不对 第一小题 上升过程 上升至最高点 那我们写A到B 那根据我们的 这个运动公式 也可以来算算看 我们要以向上为正 这个就是 先规定一个方向为正向 那如果有向下的 的加速度向下的位移 向下的速度 那我们就要填入负的 今天呢 向上为正 初速度是20 是向上 所以是正的 末速度为0 而加速度呢 却是负的 因为它是向下的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结果 T是等于2秒的 这是第一小题 那我们直接看第三小题 先跳过2 第三小题的话呢 是问回来的话 从最高点B 调回A 那从最高点B 调回A的话 它就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就是 每一秒会增加10 那我们换个颜色好了 如果是从B到A的话呢 它的初速度变成了 0 因为它是从最高点 调回来 初速度是最高点的速度为0 按摩速度不知道是多少 不过各位可以想象一件事哦 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往上速度为10 那经过一秒之后 可以到最高点 因为每一秒速度会增加10 会变化10 会变化10 所以经过一秒之后速度变成了0 可是如果你从最高点调回来也是一样哦 如果从最高点调回来 经过一秒 那速度应该也要是10哦 不过变成向下的 那同样的如果是你如果一开始是用20的速度往上丢 那经过一秒它会变成 速度变成10 再经过一秒变成0 那反过来说 从最上面掉下来经过一秒 速度会变成10 再经过一秒 速度应该要变20 那这个 就是一个左右对称的情况 上升的过程到最高点的过程 跟从最高点落回来的过程是对称的 所以其实 从B到A的话 它的末速度呢 应该是20 不过要向下 所以我们写-20 然后它的初速度应该是0 它的加速度呢 也是-的 因为也是向下 然后乘上时间 所以这样时间算出来也是2秒哦 这是第三小题 那再来呢 第二小题的话是问上升的高度 从A到B的话 上升的高度 其实啊 就会 就会跟下落高度 从B到A的下落高度是一样的 那其实我们就直接把它看成是从B到A的下落高度会比较好算 从B到A的下落高度其实就是H点2分之1Gt平方 所以其实就是2分之1乘以10再去乘以2秒的平方 结果就是4分之1 结果就是2分之1 结果就是4分之1 4分之1 没错 好 那么第4小题 那从A到B再回到A呢 那就是4秒咯 因为A到B花2秒 B到A也是花2秒 所以等于4秒 总共4秒 最后呢 第5个 第5个 我们刚刚其实也是有讨论的 因为往上丢是每一秒减少10 往下丢是每一秒增加10 那落回原位的话 落回原出发点高度 速度应该会跟原出发点的速度一样大 只是方向相同 那注意这是不计空气阻力的情况下才是哦 速度等大 但是反向 所以还是一样大小是20